不当爸爸了,女女平安 1月31日下午,演员胡哥官宣已婚生女 妻子是圈外人 胡哥称其夫人不是公众人物 为了让孩子顺利诞生 因此对喜讯饮而未宣 对此,网友纷纷表示祝福 2005年,胡哥在仙侠剧《仙剑奇侠传》中 塑造了李逍遥一脚,开始走红 巧合的是今天刚好剧该剧 2005年1月31日在内地首播过去了整整18年 不禁的勾起大家一波回忆潮 此后胡哥又参演了《少年杨家将》 《射章英雄传》、《仙剑奇侠传3》、《伪装者》、《狼牙榜》等热播剧 公开数据显示 《狼牙榜》首轮经过东方、北京的消耗 二轮四川卫视独播 在同档期众多首轮古装大剧的精烈竞争下 依然取得同比近15%的收视赚幅 据灯塔专业版显示 《狼牙榜》在腾讯市品美机播放已达到65.9亿亿 2022年胡哥参演的县委大院首播起火 在央视一套首播当日收视率破2% 拿下今年央视一套首播的最佳成绩 从开播以来 全时段电视剧收视率第一 各大第三方平台热度榜大榜 网络热搜不断 该剧收官当晚酷云时时收视率也迅速破2% 稳居冠军 现在胡哥可以说是家庭事业双丰收 粉丝再也不用操心他的终身大事了 这次所有压力给到了彭宁燕 你该着急了 使用模糊照片修复软件 你我当年app 修复了他在网络上的模糊照片 你觉得怎么样呢